今天准备砌墙了 四边的墙角都砌起来了 套姬公,你这是啥? 这是比较高的尺子 用来干啥的? 问老爸 老爸在那干 爸爸,你在干啥? 我在测水平 就是不能把房子盖歪了 需要他来测水平线值不值 不是,他只能说超平 我也不懂 很晒 特别晒 套姬公,你要不要来气一口 你来气一口 好晒 我哥哥都晒黑了 感觉都瘦了两圈了 我跟我爸量完高度 因为有跟我们砌墙的师傅 他们要吃饭 吃饭的话就要生火 生火就需要营火的 没有营火的了 我现在跟他俩进沟去 去看能不能喝点那种营火的材料 松针那什么的 是吧? 松针 什么的 这么窄能过去吗? 这也太窄了吧 好,我们到沟里面了 这是捡哪些? 这是杀树刺 杀树刺 干枯的杀树刺 我们把它捡回去 营火 这很大人吗? 爸 你这抽烟会不会有隐患呢? 没有 我砍在这 哈哈哈哈 我吃饭烧肉了 吃饭烧肉的口不得了 我来折腾没死了 哈哈哈哈 扎人不扎 嗯 带着手套还扎呗? 是,还不扎 不一会儿就收起了一大袋啊 把我们收几袋 一袋 一袋装满,来得行 走吧,搞齐了 走吧 等一下我挖两个折耳根 好好好 看,这就是狗心草啊 长在路边 就是他们说的折耳根 这里没多少啊 就两三朵 就这么一点 好,搞完了 路过我们家的田啊 其实这个田呢 因为在这个沟里面 呃 时间太久了 进来不方便 所以就荒废了 旁边有点水沟 我爸说他前一段时间 放了一袋小龙虾 放在里面 他检 现在他要检查一下 看那小龙虾活了没有 有没有繁殖出来很多 爸 那么透私了 他才可能长呢 我爸爸和哥哥忙了一天了 到晚上我们准备做饭了 今天妈妈在隔壁邻居家 弯了新鲜的韭菜回来 所以做一个小时候 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 啰油膜 陈家虎 好皮薄 洗浇水 啰油膜 笑死了 这个先把面擀成薄薄的一片 然后再撒上韭菜 可香了 乱吃 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油膜上的韭菜 就已经摊得非常均匀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 把这个油膜卷起来 这是我们老串腾 这是我们老串腾啊 老串腾油膜是这样的 我们这一代人还走不到了 也只有你们能走 还真是的 突然就看到了韭菜 就想做啰油膜吃了 新韭菜 卷好了之后 给它切成一截一截的 好像花卷啊 但是它不是花卷啊 油膜 油膜已经做出来可香了 焦焦脆脆的 嗯 还要转一下 下锅之前扭一下是吧 嗯 这是老串腾 火还有点大 毛 盐 帮火这个 火锅上是火辣油 一截 火会炸的那种火 火 那么瘦 嗯 那把面包上瘦 嗯 那火就把脚洗了 嗯 一把脚洗 蚝 这样 出手 它 咔嚼 咔嚼 妈妈 我们这一带人走到这个东西 看着是真香的 金黄亮色的 放盐吗 妈妈 把它放盐 要瘦点 我要没有火盆去 要瘦 够了 够了 够了汤不汤 一会儿不吃饭 吃饭了 有磨磨好了 大家等会 等会 直接一戳就行了 戳一个 吃饭了 吃饭了 这个磨好香 香水吃的 如果有点吃 这个不念 可是现在吃到 生活有点好的 吃到就得 把香水的香味 很香 很香 不过这个也很香 今天我在阳台下面摄太阳 邻居和妈妈去割韭菜 我一看到这种新鲜的韭菜 我就想到了油膜 然后我就让我妈 落油膜 我妈是不太愿意的 因为这个活不好干 有点复杂 反正我们这一代人 是不会做的 然后现在做好的 我吃起来我觉得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外焦里软 真香 但是 这油膜我就不给你了 你也吃不了 你喜欢吃肉 而且没多少 我要自己吃 真的很香哦 快学着做起来吧 好 好